重返热篮车 好像听说 Derek酝酿很久 酿酿了快九年 是的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其实刚开始的话 没有想到会这么困难 然后因为我读航太戏 都会想说 把这个就是送人到月球 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音乐剧好像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其实要一出戏 它可以让所有的人感动 它其实相当相当的困难 我一直认为说好的作品 它是一个团队的 团队的合作出来的 那跟有一些剧 它可能导演间的编剧 或者编剧导演跟作曲的 三个人或者两个人就搞定了 是不大一样的 那这一次的话也是 美国这位Jeffrey Dunn过来 给我们指导 发现其实跟我的理念是很相近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创作是一个团队创作 包括说我可能已经一首歌写好了 但是文豪这边的话 他在演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这个歌词或是音乐 有一点有他的一些想法 不只诠释可能有一些想法 那可能就会做一些调整 然后这首歌可能就会发展成 完全不同的东西 然后因为现场有 即时的这样一个 帮我们伴奏的 它也是编曲的 所以它自己就 可能它自己也加一些东西 然后音乐总监也加一些东西 所以最后出来的结果呢 是一个teamwork出来的 所以跟台湾的剧场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一出戏 《冲返热兰芝》的话 其实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说我其实定位它 台湾人会喜欢音乐 他听得懂而且会感动 但是相对的西方人来听这些音乐 或是看这个故事的话 他也相同的也会感动 因为里头讲的一些素材的话 一些主题的话 其实是很共通的 对 刚刚Derek讲到你 每创作一首曲子 会跟大家一起teamwork 一起讨论 所以这里面的曲子杜瓣是你的作品吗 是的 我喜欢音乐 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其实是 其实在酝酿的时候 里头有相当多是 是蛮有趣的时段 但是其实背后 其实有时候是很辛苦的 是 我相信一定是 对 尤其是我们导演过来的时间 非常的压缩 对 比如说五六个礼拜的时间 排练的时间也原来很辛苦 那创作的部分如果需要做修改 或是编曲者 它其实都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的 跟台湾的做法不大一样 对 那一般来说国外都是全时间 百分之一把工作就在做这一出戏 但是我们台湾的话没有办法 就是我可能是哪边当老师 然后哪边兼个工作 对 然后就是要分头 所以就是蜡烛两边烧 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 那我被要求 比如说每天写一首歌 是因为如果是写得不好 那导演是很不错 他可以花两个小时跟你讲说 我要什么感觉 对 所以讲完之后 我终于做出了一首歌 所以有时候是每天写一首 词曲都这样写 每天一首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对一个门外汉来说的话 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是 其实你不是门外汉 你从小这么喜欢音乐 我纯粹喜欢 然后音乐的训练 对 到现在 但是我真心的认为 即便是一个全职的音乐家 一天写一首 那个压力应该也都蛮大的 是非常大 应该是不大可能吧 他们通常都做到一个礼拜 对 所以你如何一天一首呢 那时候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认识 其实我从以前 就是甚至一首好的歌坑 也许到三个月才写出来 是 一直到甚至一个礼拜 然后三天 然后一天 然后导演每次都说 某某名人 他都做到了 你也可以 我说我不是名人 对 但是你还是做到了 你还是第二天回来 又交给他一首新的 这样你怎么兼顾你原本 你学航太的资讯业的工作呢 我到整个后段 就是制作的后段的话 需要辞掉我的工作 对 你辞掉了你的工作 是 你辞掉了工作 专心来做舞台剧 对 完成我的梦想 音乐剧 你的老板那时候说什么 我老板非常的体恤 他就说 我还以为你要去别的公司 以为你要跳槽了 对 以为我要跳槽 要帮我加薪 这样子 我管留一下你 不是 我已经酝酿了快要 那时候七八年的时间 我需要来完成我的梦想 他说如果这样子 我无法阻挡你 我祝福你 然后呢 他也很想 没有 他也很想来嘎一脚吗 如果有角色的话 没有开玩笑 对 对 对 这个 你的老板是 外国人吗 对 他是华人 但是他在美国住很久 所以他的观念是比较开通的 是 我想 如果是一个华人的老板 台湾人的老板 他可能会跟你说 你要不要 接着两边试试看 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个保障 回来 还可以继续工作 也许不会是一个 祝你成功这样 会不一样的想法 对 但是很开心 要完成自己的梦想 你那时候下了什么决心 决定我要辞职这样 因为这一出戏 其实跟我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我觉得很难去割舍他 就有点像一种责任 就把他 就好比说怀孕 把他生出来 孩子生出来 一定要看到成果 然后 其实 到最后不是我个人的 这样一个理想梦想而已 我发现是 对台湾来说 它是一个 简单讲它 它是一个创举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火车头 在我跟很多的企业老板 在谈的时候 他们非常鼓励我 他说 你们做的是对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产业 需要这样子文创当火车头 对 而且 有这样的勇气的人不多 对 所以他就鼓励你 继续做下去 对 他们鼓励我 其实像说赖市长 赖清德市长 他其实非常感动 对 因为他说从来没有一出戏 这么大的一出戏 在台南收演 而且没有一出戏 可以这样子的 用这样子商业的模式 可以去包装台南的一段故事 对 而且有机会把台南 带到全球各地 国际去 对 对 Derek也不用担心 之后的工作 因为你以后 就会带着这个团 到全世界去演出 期待 非常希望 因为一开始导演要求说 在排电场只能说英文 是不是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 英文的演出 对 而且我们 一些演员的英文程度 可能也没有这么的理想 对 所以他这样子要求 也希望我们能够熟悉这个语言 因为毕竟是一个表演的工具